团体协约法 修正日期 民国104年7月1日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未规范团体协约之协商程序及其效力 稳定劳动关系 促进劳资和谐 保障劳资权益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团体协约 只雇主或有法人资格之雇主团体 与一公会法成立之公会 已约定劳动关系及相关事项 为目的所签订之书面契约 第三条 团体协约违反法律强制或禁止之规定者 无效 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 不在此线 第四条 有二个以上之团体协约可适用时 除效力发生在前之团体协约 有特别约定者外 优先适用职业范围较为 狭小或植物种类较为特殊之团体协约 团体协约非以职业或植物为规范者 优先适用地域或人数适用范围较大之团体协约 第五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劳动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团体协约法 修正日期 民国104年7月1日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二章 团体协约之协商及签订 第六条 劳资双方应本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团体协约之协商 对于他方所提团体协约之协商 无正当理由者 不得拒绝 劳资之一方于有协商资格之他方提出协商时 有下列情形之一 未无正当理由 一 对于他方提出合理适当之协商内容 时间 地点及进行方式 拒绝进行协商 二 未于六十日内针对协商书面通知提出对应方案 并进行协商 三 拒绝提供进行协商所必要之资料 依前项所定有协商资格之劳方 指下列工会 一 企业工会 二 会员受雇于协商他方之人数 与其所雇用劳工人数二分之一之产业工会 三 会员受雇于协商他方之人数 与其所雇用具同类职业技能劳工人数二分之一之职业工会或纵合性工会 四 不符合前三款规定之数工会 所属会员受雇于协商他方之人数和计于其所雇用劳工人数二分之一 五 第二项 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之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者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于考量劳资双方当事人利益及签订团体协约之可能性后的一职权交付仲裁但劳资双方另有约定者不在此县 第七条 因进行团体协约之协商而提供资料之劳资一方的要求他方保守秘密并给付必要费用 第八条 工会或互主团体以其团体名义进行团体协约之协商时 其协商代表应依下列方式之一产生 一 依其团体章程之规定 二 依其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之决议 三 经通知其全体会员 并由过半数会员以书面委任 前项协商代表 以工会或雇主团体之会员为限 但经他方书面同意者 不在此县 第一项协商代表之人数 以该团体协约之协商所必要者为限 第九条 工会或雇主团体以其团体名义签订团体协约 除以其团体章程之规定为之者外 应先经其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之会员或会员代表过半数出席 出席会员或会员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 或通知其全体会员 经四分之三以上会员以书面同意 会依前项规定所签订之团体协约 与补行前向程序追认前 不生效力 第十条 团体协约签订后 劳方当事人应将团体协约送其主管机关被查 其变更或终止时 一同下列团体协约 应于签订前取得何可 未经何可者 无效 一一方当事人为公营事业机构者 应经其主管机关何可 二一方当事人为国防部所属机关 够学校者应经国防部何可 三一方当事人为前二款以外之政府机关 够公立学校而有上级主管机关者 应经其上级主管机关何可 但关系人为公有 韩纪公 驾驶者 应经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何可 第十一条 团体协约 双方当事人应将团体协约公开揭示之 并备置一份公团体协约 关系人随时查阅 团体协约法 修正日期 民国104年7月1日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三章 团体协约之内容极限制 第十二条 团体协约的约定下列是项 一 工资 工时 津贴 奖金 调动 资浅 退休 职业灾害补偿 抚恤等劳动条件 二 企业内劳动组织之设立与利用 就业服务机构之利用 劳资争议调解 仲裁机构之设立及利用 三 团体协约之协商程序 协商资料之提供 团体协约之适用范围 有效期间集合协旅行协约义务 四 工会之组织 运作 活动及企业设施之利用 五 参与企业经营与劳资合作组织之设置及利用 六 申诉制度 促进劳资合作 升迁 讲诚 教育训练 安全卫生 企业福利及其他关于劳资共同遵守之事项 七 其他当事人兼合一之事项 学徒关系与技术生 养成功 建习生 建教合作班之学生及其他与技术生性质乡类之人 其前项各款事项 意的于团体协约中约定 第十三条 团体协约的约定 受该团体协约拘束之雇主 非有正当理由 不得对所属非该团体协约关系人之劳工 就该团体协约所约定之劳动条件 进行调整 但团体协约另有约定 非该团体协约关系人之劳工 支付一定之费用与公会者 不在此限 第十四条 团体协约的约定雇主雇用劳工 以一定公会之会员为限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 该公会解散 二 该公会无雇主所需之专门技术劳工 三 该公会之会员不愿受雇 或其人数不足供给雇主所需雇用量 四 雇主招收学徒或技术生 养成功 建习生 建教合作班之学生及其他与技术 生性纸箱类之人 五 雇主雇用为其管理财务 印信或基要事物之人 六 雇主雇用工会会员以外之劳工 扣除前二款人数 尚未超过其雇用劳工人数十分之二 第十五条 团体协约不得有限制雇主采用新式机器 改良生产 买入制成品或加工品之约定 第十六条 团体协约当事人之一方或双方为多数时 当事人不得在各自为益于团体协约之约定 但团体协约令有约定者 从其约定 团体协约